策立自他一切人等,痛念无常歌,心耻。 心耻一称,省事无常歌, 劝人念死无常,即使其修佛法之觉。 耻是一种诗器,可以将食物置于其上, 在放入口中食用, 以此达到长养色身,令身体充满活力。 此部教法名为心耻, 亦即使一部写取生命实相精华之法, 可以滋养心灵,安定躁动不安的心, 此生得安乐, 同时令我们趋向解脱轮回,乃至成佛之道。 我们都很注重身体的保养, 学习健康之道, 什么样的食物是身体有益的, 垃圾食品有害,所以尽量远离, 定期运动,清净大自然, 保持愉悦之心, 有助于排毒,获得健康的身体。 那我们对于自己的心, 是否也同样重视呢? 是否了解该给心吃些什么, 心才能舒畅怪异? 身心灵的平衡又该如何取得? 慈悲, 龙德严禁人波切, 龙德上师, 心系大众毁命, 希望佛法能为众生带来幸福安乐, 在观察因缘后, 决定传授, 策离自他一切人等痛念无常歌心吃, 带领大家学习心该怎么安住, 又该怎么丰富心灵。 2023年9月9日, 星期六, 前景心向慈悲, 龙德上师情法, 策离自他一切人等痛念无常歌心吃, 这是一步让我们能在这五着恶事中安心立命的叫法, 希望居原者皆能有福报受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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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